Hello 大家好 我是Bu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為何我溝酒不會醬 看開我的影片都知道 其實我之前試過幾次試酒 一試就是三四種酒 然後有朋友問我 為何你這樣溝酒都可以嗎 你不會醉的嗎 你是不是好喝的 其實醉就肯定會有一點點 但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用甚麼方法去令我自己溝酒 都不容易醉 首先我是不是好喝的 其實我不知道怎樣為止喝得 但對比起一般沒甚麼喝酒的女生 我算是喝到酒的 但我絕對不是那些會出去和人喝酒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的 或者這樣說 我一開始喝酒 其實我是喝紅酒白酒 因為那時候家人買了開了 我就自己倒來喝 其實我那時候就不知道 其實紅酒白酒 對比起一般我們平時吃飯會喝到的酒 其實都算高酒精 就會自己倒半杯在這裡喝 也挺好喝 原來酒是這樣的味道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我一來 就已經是十幾度的酒 所以在十幾度或十幾度以下 對我來說都沒有甚麼 尤其是會不會覺得有酒精味 我是完全不會覺得的 如果真的要指標一點點 我之前去酒展那裡拍東西 就喝了一杯香檳杯裝的威士忌 本來是裝半杯給我的 我拍的時候要喝 不拍的時候都走了去喝 然後喝一下… 逐少逐少喝 只剩下兩三口 之後我繼續拍東西 都是完全順暢 有沒有感覺呢 是有的 你喝那麼多威士忌 怎麼都是有點瘋 但是那個程度是 我依然可以繼續做事 沒有人罵我 沒有任何問題 之後就完成了全拍攝 其實酒精的反應因人而異 自酒的話 有一件事我們一定會準備的 就是一大杯水 每一種酒之間 我都會喝幾大口水 幾大口水 希望可以沖淡人入面 血液入面的酒精 我是喝幾大口的 你不要每一種酒之間 想兩三杯 你這麼短時間 喝那麼多水 是會中水毒的 酒本身是利料 你再這樣放水下去 更加會是利料 沒問題的 就不停地去廁所 其實因為目的都是 想酒精快點排出來 第二個重點就是時間 時間都可以分為兩部分 首先不要喝得那麼急 慢慢喝 我平時試酒 喝一口足夠的 吸收到味道就好了 因為可能吸收到味道 再說幾句都會再喝一口 但每一口都不要喝那麼多 第二個就是 我一定會在喝第一口酒之後 半個小時內完成全個拍攝 中間不會再去做其他東西 拍其他東西 Close-up、product 一定是之前拍定 我一開始喝酒 就開始計時了 人體吸收酒精 也有些時間 大約30分鐘左右 以我自己來說 所以我一定一定在30分鐘內完成 通常二十多分鐘我都會完成 當然拍酒的影片 就會最後一條拍 因為拍完之後 始終都會有些醉 始終都會有酒精上廊 之後都下班了 要醉就醉 繼續喝就繼續喝 不想喝的 就收工 完整天的拍攝 這些方法都有個人經驗 每個人的體質 對酒精的敏感度都不同 喝酒 我自己覺得始終都一定是量力而為 還有未成年千萬不要喝酒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少少背後的東西 我之前試酒的連結 我會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按下去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我試吃或喝 開箱BlindTask的 都可以在留言 如果你有什麼更厲害的 不易醉的方法 都非常歡迎你告訴我 我下次可以一次過試多一點的酒 下次會再和大家試吃或喝 開箱BlindTas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